三三被停權有什麼想法嗎 聽到關鍵字眼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快步離開上樓開會 中評會四小時討論 裁決將十任的競選總幹事 黃神山停權三年 引爆黨內不滿 懲處不痛不癢 有些小廠們會滿失望的 這個時候如果發掘了重大問題 你還是應該之所以進退到情緒 意思就是不一定要等別人開除 因為受到停權處分 除了先前黃神山以自行請辭 中央委員立委黨團副總召等黨職 會受到影響 另外根據民眾黨章規定 黃神山也無法出戰 2026年縣市長選舉 民眾的立委黃神山遭到停權之後 立委身份是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今天早上 他沒有出現在國會辦公室 可能避嫌沒進黨中央開會 就連國會辦公室也沒進去 黃神山遭懲處後 在臉書強調 會全力完成主席交辦的 清查證物重建信任的善後任務 但現在知名科粉護理師張喬瑜 在臉書發文不囉嗦 宣布退出民眾黨 做回中間選迷 就在懲處後隔一天 這查證記者會還有要開嗎 雙軌並行善後小組並不會因為 黃珊珊委員的黨職身份被停權而有影響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黃珊珊委員都還是在進行善後小組的 這個召集工作 黃珊珊查證腳步沒停下來 但黨內逼宮聲音 沒因為處分而停止 TVBS新聞話這次連續 欸 照主台北常不到